男孩每天都被自己酬醒 以至于不得不戴上头套 窗外却一直传来讥讽的歌声 保罗连忙训斥他们离开 担心儿子被刺激到 有时候闲言碎语远比棍棒伤人 维克依旧默不作声 即使他这次能赶走他们 可总有去工作的时候 保罗想搬去别的地方 维克自知长得有多丑 就算搬去另一个地方 最终还会变成这样 或许他只适合在恐怖屋里展出 保罗还想极力否认 但维克已经认清现实 他就是一个另类的怪胎 随后便想独自待会 保罗不忍心再刺激儿子 维克快到崩溃的边缘 他只能选择最后的办法 向咨询中心找民事帮助 可民事有好几种划分 保罗本想委婉描述外貌 最终还是说出畸形儿童 女人转接到特殊问题部门 画面转到另一个办公室 保罗描述儿子有残疾 妻子已经去世多年 她独自抚养维克到17岁 女人询问是先天残疾还是意外 保罗回答先天的 这一切都被维克听到 女人又问起残疾的兴致 保罗一时间不忍回答 女人想要得到大致的方向 维克突然冲了过来 此时的城市问题总部 女人说明提供的帮助有限 以维克这样的案例 现在根本没有应对措施 保罗带他看过很多医生 但他们被此无能为力 维克没法继续和他带着 所以想要找到一个 适合儿子的地方 可他们没制定过这种制度 现在只剩唯一的选项 出于人道主义 让维克安乐死 这根本算不上谋杀 保罗没法接受这种方式 那可是他的亲生骨肉 女人也不想导成这样 如何选择是保罗的自由 他只是给出解决方案 要么继续和维克生活 要么选择这个仁慈的事 保罗文言不想多代 他不可能杀自己的儿子 就在转身的那一刻 女人接到上级电话 确认涉及机型的案子 保罗不由停下了脚步 根据搬迁裁决的最新公告 他们有了另一种程序途径 太空项目发展迅速 人类登上了几颗有人的星球 现在就有一个交换的项目 大多数是特定时期的文化科学交流 由一颗名为伯伦的星球 他们没有实际互相访问过 但却有很多语音通信 这说明不会有限制 伯伦愿意资助整个计划 既然维克想换个地方 或许这是很好的选择 保罗没想过会这么远 可他没有太多选择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此时维克收拾着行李 保罗突然有些不舍 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 他连那个地方什么样都不知道 维克认为并不重要 不管它是沙漠还是洞土带 都比待在这里好得多 保罗只好不再多说 得益于伯伦的资助 远航的火箭即将升空 在三秒倒计时后 前往伯伦的航班发射 保罗默默目送儿子远去 宇宙飞船越开越远 最终落在一颗名为伯伦的星球上 维克紧张地走进基地 不料却在路上愣住 一个男人提着行李走来 好奇他是否刚下飞船 维克点了点头 从地上 对 他等了好几年才得到许可 维克也意识到 男人是伯伦土生土长的人 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交换 随即便要转身离开 维克不由感到疑惑 他明明长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还需要离开这里 维克一脸猛逼地听完 男人迫不及待往外走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身后传来呼喊声 维克当场愣在原地 和他一样的女人走了过来 随即欢迎他来到伯伦 维克连忙看向一旁 两个女人不停夸着他 仿佛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 还附带替行李的服务 他第一次感觉到被尊重 由于两个星球非常相似 维克能很快适应这里 他难得露出开心的笑容 或许自己才真正属于这里